第139章赔罪 周承夜和颜文修一行人回到书院后 就立即想去见萧叶阳 可惜并没有见着人 就是董元轩也没看到 四处打听 这才知道小王爷根本就还没回书院 颜文凯纳闷 没回书院 那小王爷去哪里了 周承夜知道的消息比颜家兄弟的多一些 说道 可能是去皇家行宫了之前瑞王来中州省 也是住在行宫里的 嗯 颜家三兄弟齐齐看了过来 周承夜不明所以 你们干嘛这么看住我 颜文凯是个藏不住话的 立马问道 小王爷的住处不就是在书院里吗 周承夜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了 书院的住处只是方便小王爷 就进读书上课用的 以前休目的时候 小王爷都会回行宫的颜文凯 行宫 在哪里啊 我们咋都没听说过呢 周承夜诧异 你们不知道 颜家三兄弟齐齐摇头 周承夜想到颜家的情况 于是耐心解释道 行宫就建在五华山主峰上 颜文凯经了 五华山 那岂不是离书院很近 周承夜点了点头 确实挺近的 望月书院建在五华山外围的外峰上 距离主峰并不远 坐船的话 半个时辰不到就能到了颜文凯 既然这么近 那么我们赶快去找小王爷把周承夜无语地看了一眼他 那可是皇家行宫 是禁地 未经传诏 擅自入内 那是沙头的大罪文言 颜文凯立马缩了 缩脖子 那就算了 等小王爷回书院后 我们再见他就是了周承夜虽心计赔罪 不过也知道只能如此了 五华山主峰 为了方便出入 游完 皇家行宫修建在山脚上 而在山顶 还修建了一座气派的别院梅林别院 别院后山 满山的红梅已蓄势待发 含苞待放 梅树下 一位峰姿绰约 明艳绝伦的秀丽美妇 正坐在石桌前 挑选着刚刚采回来的梅花枝 准备插入石桌上 早早准备好的绿刺花瓶中 这么说 然而这次生气 全是因为周家长孙点错了戏 美妇眉宇间 带着一股不可忽视的阴气 语气慵懒 可却夹带住不可冒犯的威严 两三米外 一位黑衣人单腿跪地 恭敬地低住头 似得美妇笑了笑 瞬间 满山的红梅在她面前 似乎都失去了颜色 周正要是个谨慎之人 要不然 她也不能平安地 从首府位置上退下来 想来这次的事 应该是无心之举 罢了 杨儿在这边的玩伴不多 难得周家那小子 能入杨儿的眼 这次的事就算了 不用再追究了黑衣人 是美妇 眼波流转 笑着道 对了 再跟我说说 颜家的那位小姑娘 杨儿气醒 向来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可这次回来 竟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 想来应该是受了 那位小姑娘的影响 黑衣人立马低着头 将当天在周府里 小王爷和颜家姑娘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 美妇认真地听住 等听到颜家小姑娘 对修复剂的看法时 美目中微微划过一丝惊讶 错不在夫人 而在扎爹 扎 美妇细细咀嚼着这个词 嘴角慢慢勾了起来 形容得倒是贴切 可不就是扎吗 随即 美妇眼中划过一丝怅然 好了 你下去吧 务必保护好小王爷 至于其他的 不用管 奴才告退 黑衣人声音一落 就快速消失在了原地 美妇将选好的梅枝插入花瓶 挥手招来丫鬟 去 给下头行宫送去室 丫鬟小心翼翼地抱住花瓶离开了 人一走 美妇站起身 看住满山的红梅 神色有些落寞 风景再好又怎样 只他一人欣赏又有什么意思呢 书院 周承夜驻急地等待着 一直到第三天 才听说萧叶阳回书院了 一下课 立马就拉着颜文修去拜见 你说小王爷会原谅我吗 路上 周承夜有些忐忑和紧张 颜文修 你乃无心之举 小王爷也不是个爱计较的人 放心吧 应该没事的 周承夜还是有些不安 可是 这一次小王爷连续三天都没来上课 可见 是被气狠了 颜文修神色动了洞 问道 只一出戏而已 为何会让小王爷有这么大反应 周承夜看了一眼颜文修 别问了 反正你也 记住 千万不要在小王爷面前提什么修夫妓了 对了 还得提醒一下文凯和文涛见他不说 颜文修也没继续追问 嗯 我会提醒的很快 二人就来到了萧叶阳所住的院子 经通报之后 两人进入了院子 院子里 董元轩 颜文凯 颜文涛都在 小王爷 周家招待不周 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一看到萧叶阳 周承夜立马上前弯身赔罪 语气万分地诚恳 此刻 萧叶阳的情绪已经恢复 淡淡地看了一眼周承夜 抬了抬手 让他起来 并没有说什么 对此 周承夜有些坠坠 正欲再多说几句 被董元轩给阻止了 既然小王爷不想再多提 你就不要再说了周承夜低声道 那小王爷原谅我了 董元轩 若是小王爷还要计较 你以为你还能进这个院子 文言 周承夜这才放下心来 随即 又对住董元轩做了一依 那天是我梦梦了 董大哥好心提醒 我却没能领会 董元轩笑了笑 好了 事情 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要再多想另一边 萧叶阳见严文凯和严文涛两人 鼻青脸肿的样子 有些纳闷 你们俩怎么回事呀 严文凯苦住脸说道 别提了 我们这两天 被苏红兴那几个家伙 联手给打了 教头站在一旁 竟也不阻止 萧叶阳笑了 前段时间 这两家伙仗主经历好 切磋的时候 没少打别人 如今报应来了吧 不过 很快 萧叶阳右脸去的笑容 疑惑到 不应该呀 泡了药育之后 你们的身体 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怎么会被打 一听这话 严文凯的脸色也苦了 还能为什么 大妹妹没给我们草药包呗 萧叶阳奇怪了 为什么呀 话快的严文凯 想也没想就说道 还不是因为周老太爷 生辰那天 你突然走了 大家都说 是我大妹妹 把你给得罪了 然后一回家 家里人都在怪他 你说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问他 要草药包 一旁 董元轩和严文修 听到后 都连连给严文凯 施眼色 示意他别说了 而周承叶 则是善善地 低下了头 萧叶阳蹭的一下 就站了起来 神色有些筑疾 我走我的 官到花什么事啊 你们为什么责怪他 说完 开始急步转了几圈 随后又 问道 你们骂他了 严文修连连给 严文凯递眼色 让他不要再说了 可惜 这家伙没有收到 相反还一份 甜音地说道 何止是骂 还差点动手打呢 这话一出 严文修真的想撞墙了 这家伙知不知道 什么叫家丑不能外扬 周承叶则是更加自责了 他没想到 严伯父竟会这样 在他家 今晚要是犯了错 顶多就是口头警告几句 保不齐在罚柜祠堂 动手打几乎是没有过的 董元轩倒是挺理解的 严家出身寒门 好不容易攀上了小王爷 自然想一直将关系维持下去 这得罪了小王爷 心里自然注疾 宵夜扬极了 你们家怎么可以这样 道花 道花还那么小 哪经得起你们打他呀 严文修立马上前 没有打 并没有打 只是说了 几句严文凯撇了撇嘴 只是说了几句吗 要不是祖母祖兰 父亲指不定就会动手 萧叶阳眉头紧紧地皱着 沉默了一会儿 看向严家兄弟 我生气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和道花无关 你们赶快写一封家信回去 告诉你们的父母 让他们不要再责怪道花了 严文修 这时周大哥已经澄清过了 萧叶阳 他澄清是他的事 我这里 你们也得解释一下 他没想到他的离去 会给道花带来麻烦 此刻 回想起当时的情况 他圣怒中的样子 应该把他吓到了吧 愣住做什么 快去啊 抬头见严文修三个站住不动 萧叶阳忍不住催促道 随即想了想 直接指着严文凯 你去写 好好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严文凯看了看众人 哦 见他这迷糊的样子 小叶阳摇了摇头 算了 我还是看着你写吧 第140张家信 老爷 夫人 二爷的信 饭厅中 严家众人正在吃饭 孙关家拿着一封信 急步走了进来 严志高面露不满 大家正在吃饭呢 有什么事等吃完饭再说 李夫人放下碗筷 文凯从来没给家里 写过信 这倒是奇怪了 快 把信给我 别是有什么事 孙关家立马弯身上前 将信递给了李夫人 随后又说道 若是他人送的信 小的自然不敢打扰 老爷夫人用饭 可这信 是小王爷身边的 护卫送来的 这话一出 严家众人 奇奇一顿 严志高快速放下 手中的碗筷 看向李夫人 若是往常 李夫人自然会主动 将信递给严志高 可这次 他愣是直接给忽略了 女儿如今 还在庄子上住住呢 严志高 见李夫人 没将信给他 动了动嘴唇 不过一想到 前些天的事 又不好开口 严志远 看了眼严志高 笑着对李夫人说道 大嫂 文凯写信回家 说什么了 李夫人抬眼看了 他一下 随即又垂下了眼眸 没有说话 见向来 善解人意的李夫人 竟没理会自己 严志远 面色也有些尴尬 他知道 之前他建议责罚到花 打到花的板子 算是将大嫂 给得罪狠了 于是 无奈地看了一眼 严志高 表示他也无能为力了 孙氏倒是想开口 可见当家的 都在大嫂那里 碰了一鼻子灰 也不好多说 至于严志强和无事 就根本没想过要开口 只看着李夫人 等住他说信上的内容 严志高 见夫人嘴角 越来越上扬 就知道信上的内容 不是什么坏事 于是放下心来 也不怎么住急了 李夫人看完信 见众人都盯住自己 没有任何要读信的意思 随手将信 递给了严志高 信到了严志高手里 严志高 一目三行地看了起来 相较于李夫人脸上的笑意 严志高脸色有些古怪 这让严志远等人 越发地好奇了 严志远 大哥 信上到底写了什么 严志高瞅了瞅李夫人 有些不自在地说道 文凯说 小王爷让他和我们解释 当天他离开周家 和盗花没关系 还说 吓到了盗花 让给盗花赔罪 此刻 严家上下最尴尬的 莫过于严志远了 那天 说要责罚盗花的 他可叫嚣得最厉害了 孙氏看出了他的尴尬 立马出声打圆场 没得罪小王爷就好 这样咱们家 也还有个依靠碰 李夫人突然将手中的筷子 重重地放在了桌上 皮笑肉不笑地看住孙氏 依靠 二弟妹 你给我说说 人家小王爷 凭什么要给我们靠 孙氏没想到 李夫人会对自己发难 向来嘴利的他 一时间竟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了 李夫人淡淡地 扫了一眼饭桌上的众人 我们家是能给小王爷 带来利益呢 还是能帮人家做什么事 别再张口闭口地 说什么依靠了 免得外人听见了 说我们没分寸 周老太爷生辰上 闹出的事 对女儿的名声 太不友好了 即便现在周家 和小王爷 都出面解释了 可他们还能一个个地 去和其他人 澄清这件事吗 李夫人懒得去管 其他人的脸色 他就是要让家里 这些人知道 小王爷之所以 会亲近颜家 全然是因为女儿 他们没资格 去责怪他的女儿 我吃好了 你们慢慢吃吧 看住扬长而去的 李夫人 颜志远张了张嘴巴 随后看了看脸色 同样不是很好的 颜志高 大哥 大嫂这是生我的气呢 颜志高看了他一眼 拿起筷子 翻了几下面前的菜 随后又将筷子放下 你别在意 你大嫂她是因为 电竞女儿 等母亲和盗花 从庄子上回来 就好了单龄村 盗花刚带着王马儿 从花房 暖房那边出来 就看到府里的马车 停在了庄子门口 当即 脸色就垮了下来 姑娘 府里来人了 我们怕是要回去了 王马儿也有些郁闷 老太太和姑娘 都不是重规矩的 在庄子里 只要不是玩闹的太过 可比在府里的时候 自在多了 盗花叹了一口气 我以为这次骑马 要住到腊月 才去回去呢 我们才来不到十天呀 好日子就没了 盗花带着王马儿 回到屋子里的时候 发现这次 竟是孙管家亲自过来的 老太太见盗花回来了 立马将人招到身边 将手里的暖手炉递了过去 快给暖暖手 别住了两道花 笑嘻嘻地接过暖手炉 祖母 我刚去的是花房和暖房 并不是很冷 老太太笑了笑 问道 花房里的花没谢吧 花要是凋谢了 孙女的花铺就可要关门了 道花笑着点头 你老就放心吧 开得盛住呢 老太太又问 暖房里的菜呢 之前建暖房的时候 她其实是不怎么看好的 新州城岁在北方最低下 可到底是北方 冬天太冷了 很多蔬菜都养不活的 没想到孙女暖房这么一建 还真中活了不少蔬菜 好住呢 好住呢 祖母你就放心吧 冬天肯定短薄了你的蔬菜的道花 连连点住脑袋 一旁 孙管家默默地坐着 虽然心里住急 可却不敢随意插话 更不敢催促 老太太就不用说了 严家的老祖宗 就是大人也得毕恭毕敬 至于大姑娘 她也是一点也不敢惹气不快 要知道 这位可是连老爷都敢顶撞的人 等和道花说了一块话 老太太才将放在桌子上的信 拿给了道花 信 谁的信 道花好奇地接过信 快速打开 看完之后 直接冷哼了一声 老太太将孙女仍在一旁的信 拿了起来 好好地折叠好 放进了信封 慢慢说道 收拾一下 准备回复 道花动了动嘴唇 有些不情愿 见此 老太太挥手让孙管家下去 等人走了 才说道 你爹已经派人来接你了 你还要怎样 还让要让他亲自过来给你赔罪道歉 说着 点了点头道花的脑袋 做人得知道见好就收 别弄到最后 大家都下不了台文言 道花很是郁闷 明明这是他受了委屈 只因他是小辈 就得这么轻轻放过了 他也知道 就是搁在现代 父亲也很少给子女道歉的 更别提如今这个父权社会的古代了 第141章没意思 你没事吧 道花前脚刚回府 后脚周静婉就找了过来 我能有什么事 道花古怪地看了一眼周静婉 周静婉仔细地瞅了瞅道花的脸色 见他面色红润 眸光异异 精神十足的样子 顿时放了心 吓死我了 你没事就好 阎文凯给阎家送信的时候 周承夜也给周家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阎家伯父差点打了道花 当时他就坐不住了 第一时间就想过看看道花 可惜 下人来报 道花和阎老太太去了庄子上 他生生等了几天 知道道花今天回来了 就迫不及待地过来了 想到是因为自己大哥连累了道花 被家里长辈责怪 周静婉更加不好意思了 快速让丫鬟将两株向日葵拿了进来 那天你不是说想要这个吗 我给你拿来了 说完 还讨好地往道花方向推了推 见他这样 道花有些好笑 谢谢 让王马儿将向日葵拿下去了 道花见周静婉还一个劲地冲他笑 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用不住这样 我受罚 其实跟周大哥没什么关系 他被责怪 主要还是严家太紧张萧叶阳了 就算没有周承夜点错戏的原因 只要他和萧叶阳闹开了 他所面临的情况还会和上次一模一样的 周静婉摇头 怎么没关系 若不是我哥 爷爷的生辰宴会举办得很成功 你呢 也不会被严伯父责怪道花看了看周静婉 问到最后那出息到底 怎么了 为什么会让萧叶阳发那么大的火 周静婉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爷爷说了 那是小王爷的忌讳 不许我们家人再提忌讳 道花双眼转了转 面露沉思 周静婉伸手在道花眼前晃了晃 好了 别再想这件事了 我们说点好玩的事吧 就要到辣八了 你们家开始准备辣八粥了吗 文言 道 花觉得有些没意思 不知道反正他是不会再拿空间里的食材出来了 顶多辣八当天做一小锅辣八粥 够祖母 娘 还有他喝就是了 至于其他人 爱咋的咋的 周静婉笑了笑 每年我家的辣八粥都做得非常好喝 到时候我让人给你送啊 道花神色动了动 你 娘会同意吗 周老太爷那天 周夫人对他的脸色可不怎么好 周静婉 为什么不同意 道花笑了笑没说话 之后两人又闲聊起其他来了 直到傍晚 周静婉才带着道花给了的两篮子蔬菜回家 周家 周夫人见女儿回来了 问道 道花那丫头还好吧 好住呢 周静婉笑着点头 还将得的蔬菜拿给周夫人看 周夫人仔细看了一眼女儿的神色 见她眉宇舒展 一脸笑盈盈 就知道这次过去和道花相处得很好 可见道花那丫头并没有将之前的事放在心上 于是便放下了心来 笑着看了看带回来的蔬菜 哟 这大冬天的 可不好找这么绿油油的蔬菜 今晚你爷爷和你爹该多吃一碗饭了 我也会多吃一碗呢 是是是 哪都有你 你个吃货 转眼间 腊巴到了 这天 颜知高修目 一家人都坐在老太太屋子里 陪老太太说笑 快中午的时候 丫鬟们将做好的腊巴粥端了上来 一 今年的腊巴粥怎么不如去年的好喝呀 颜知高尝了一口腊巴粥 觉得味道不怎么好 当即抬头看向李夫人 没办法 去年的腊巴粥 香糯可口 糯而不沾 她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呢 李夫人低头喝着粥 装作没听到颜知高的询问 见此 孙氏立马笑着说道 还能为什么呀 去年的腊巴粥可是道花亲手做的 味道自然是别人比不了的颜知高看向坐在老太太身边 不知在给老太太说着什么 引得老太太哈哈大笑的长女 嘴唇动了动 想问长女今年怎么不做了 可花在嘴边来回了几下 又给咽了回去 孙氏见颜知高什么都没说 也不好再继续 低头喝着有些寡淡的腊巴粥 心中很是纳闷 食材都差不多 怎么道花那丫头做的就是要好吃一些 她不说了 可颜知远却开口了 只见她放下手中只喝了几口的腊巴粥 看向道花 道花 今年你咋不做腊巴粥啊 我跟你说 二叔就好这一口 这你没做 都不想喝了这么低声和老太太说笑话的道花 听到这话 淡淡抬眼看了一下 她这脸皮比城墙还要厚的二叔 前段时间这人还嚷嚷着要打自己板子呢 她怎么就好意思开这个口呢 二叔 我又不是厨娘 平时做吃的 也不过是图个兴趣 你要吃什么 喝什么 咋能指着我呢 这腊巴粥要是不喝你的口味 你 可以让二婶重新做呀 二婶做的要还不喝口 不还有两个妹妹的吗 不管是欲情欲礼 还是论亲疏远近 你都不应该问我呀 好像你没喝好 是我的原因是的 严志远 她一直知道大侄女是个口齿伶俐的 也知道因为上次的事 这丫头对她心里有怨 可是她是长辈呀 被长辈说几句怎么了 瞧瞧这一开口 就能噎死个人 李夫人看了一眼 道花 眼中带着警告 让她不要再说了 毕竟是长辈 真要闹起来 大家也只会说是女儿的不是 道花撇了撇嘴 端起面前的茶杯做掩饰 至于腊巴粥 不好意思 她嘴叼住呢 碰都没碰 就在这时 孙管家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老太太 老爷 夫人 三位少爷带着小王爷和董家公子回来了 闻言 严志高立马站起了身 快 快请人进来呀 孙管家 大爷已经领着小王爷他们往这边来了 小的这是先移不过来 告诉老爷夫人一声 那还愣住做什么 快随我 去迎接说着 严志高就率先走了屋子 屋子里 李夫人也快速回过神来 连忙让丫鬟收拾东西 踏上 道花抿着嘴 坐着没动 见大家不是忙着收拾 就是忙着出去迎接 觉得很没意思 站起身 就出了屋子 第142章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道花轩 道花坐在窗前 拿着剪刀正在仔细地修剪一盆红霉 身后 王马儿欲言又止地看住 忍了又忍 最后还是没忍住 姑娘 小王爷现在应该已经到老太太院子里了 你不去见见吗 道花手中动作 不停 有什么好见的 那边那么多人 还怕怠慢了他不成 王马儿愣了愣 犹豫了一下 才不确定地问道 姑娘 你在生小王爷的气吗 道花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我不应该生他的气吗 当住那么多人的面 怒气冲冲地离开 任谁都会觉得是他得罪了他 他倒是一走了之了 留下他一人面对其他人的嘲讽 和语言暴力 肖叶阳但凡有拿他当朋友 就不会如此 说到底 在他心里 他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 根本不用顾忌他的感受 王马儿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 他觉得自家姑娘没错 同时心里又觉得 小王爷身份高贵 大家捧着点他也没什么问题啊 算了 事情太复杂 不想了 老太太院子里 肖叶阳和董元轩 先是拜见了阎老太太 然后才一次坐了下来 肖叶阳一进屋 就在到处看 将屋子里的人都一一打亮了一遍 发现道花既然没在 脸色顿时就有些带了出来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个 董元轩对着颜文修使了失眼神 示意他赶快去叫颜大妹妹过来 小王爷今天为何来 不就是专门来看颜大妹妹的吗 这郑主不在 岂不是白跑了 颜文修心中一探 以他对大妹妹的了解 这家伙百分之百是故意躲了出去 不过看小王爷不时地往门口方向扫看 面露无奈 硬住头皮出了屋子 出了屋子 颜文修仰头看了看天 他突然心酸地发现 他很可能叫不来大妹妹 他这个哥哥当的还真是没威信 萧叶阳有些沉默 除了老太太开口 他会硬上几句 其他的时候都在愣神 见此 其他人也不好说笑太过 董元轩见气氛有些尴尬 笑着打圆场 老太太 今天是腊八节 我们可得逃你们家的腊八粥 喝了老太太笑咪咪点头 示意礼夫人上腊八粥 颜文凯这时插话过来 小王爷 我跟你说 我们家的腊八粥 是大妹妹亲手熬制的 可好喝了 保证你喝了明年 还想来喝正在伤腊八粥的李夫人 听到这话 神色不由一顿 有些不知该上还是不该上 一听是稻花做的 宵夜扬来的兴趣 那我可得好好尝尝 稻花的厨艺 她还是认可 虽然做法粗糙了些 可味道确实不错 见李夫人愣着没动 颜文凯有些纳闷 只好自己站起来 从她身后的丫鬟手里 接过腊八粥 麻利的给肖叶阳和董元轩上好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 一口下去 颜文凯就皱起了眉头 然后又尝了一口 立马抬起头看向李夫人 娘 腊八粥不是大妹妹做的 肖叶阳和董元轩也尝了一口 恩 味道实在一般 可为了顾及严家脸面 两人不得不硬住头皮 多吃了几口 李夫人笑着解释 你大妹妹身子不舒服 今年的腊八粥 是厨娘熬制的 到花病了 大妹妹怎么了 肖叶阳和颜文凯同时出生 李夫人摇了摇头 倒不是病了 只是最近天色比较寒冷 那丫头泛滥 不爱动肖叶阳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颜文凯却说道 大妹妹不是每天都会和马儿练舞的吗 应该不怕冷的呀 练舞 肖叶阳挑眉 倒花榻 还要练舞 颜文凯摆了白手 不过是瞎比划 活动活动身子罢了 和我们说的练舞不是同一个事 肖叶阳一脸不赞同 练舞可不是闹着玩的 若是没练习队 会对身体有损伤的 你可得好好和他说一下 颜文凯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家 大妹妹比谁都注意保养 看看我祖母的精神就知道老文言 肖叶阳笑了笑 记起逃难的时候 倒花那家伙不管他们有多渴 都不许他们喝生水 必须等水烧开了才准喝 这时 颜文修有些善善地回来了 见他身后 倒花没跟住 肖叶阳脸色一下就下去了 倒花那家伙 这是不想见自己了 头一次尝到闭门羹滋味的小王爷 心里很是不好受 有心想冲出去找倒花问得清楚 可又顾忌着礼仪和脸面 只能闷头坐着不说话 颜知高赶紧朝住李夫人递了眼色 在大事上 李夫人还是识大体的 不过 他并没有按照颜知高的心意 去叫倒花 而是笑着说道 倒花那丫头是越发懒了 这大冬天的就爱窝在房里不出来 小王爷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周家宴会上 女儿的名声到底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即便眼前这人是尊贵的小王爷 他也不想顺着他的意 闻言 萧叶阳倒是不好说什么 只能扯着嘴角笑了下 见此 颜文修想了想 笑道 小王爷 家中院子里有几盆不错的花草 不如我们去赏赏 对啊 我大妹妹养的花可好看了 颜文凯逝时地开口 这时 萧叶阳才点了点头 随即 一群人去了院子里 颜家的大人没跟去 不过 颜文杰 颜一双几个小的倒是都去了 到花轩 王满儿气呼呼地走进了屋子 见到花还在悠闲地翻看住画本 立马嘟住嘴说道 姑娘 小王爷如今正在亭子里和二姑娘 三姑娘几个连尸呢 你真的不去看看吗 到花翻书的手一顿 差一道 宜欢几个和萧叶阳连尸 王满儿点了点头 可不是吗 这还是大爷提议的 我远远地看了一下 亭子里都是欢声笑语呢 大姑娘 你还是赶快过去看看吧 别和小王爷置气了 要不然 三姑娘他们该取代 你在小王爷那里的位置了 到花吃笑了一下 什么位置 我们有什么位置 再说了 取代就取代了 以为谁稀罕呢 说着 又将画本拿了起来 看了几眼 道花有些烦躁地将画本扔到了一旁 就在王满儿以为道花要出去的时候 谁知他家姑娘竟站在窗前走起了神来 哼 过了一会儿 道花笑着摇了摇头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他竟犯了一个人性上的通病 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殊不知 在萧叶阳哪里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恶 随时可以替换的玩伴而已 顺着他的意 就给你个笑脸 一旦不如他的意 立马转身找别人 高高在上惯了的人 他如何能奢望和他建立平等的朋友关系呢 第143章 得志就猖狂 亭子里 颜一双接上了颜文修作出的诗 试连得不错 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颜一双神色一阵 立马笑盈盈地看向坐在上手的萧叶阳 小王爷 该你了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要比大姐姐差什么 尤其是吟诗作对方面 更是甩了大姐姐几条街 今天他一定要抓住机会 将自己的本事展示出来 也好让父亲和家里其他人 以及小王爷瞧瞧 颜家的姑娘 不止他大姐姐一个 萧叶阳有些异省南山 很是敷衍地接了一句 目光不时地往亭子外瞅去 心中又是气愤又是无奈 道花那家伙 竟真的把他晾在这里不管了 真是可恶 亭子里 和萧叶阳一样觉得没意思的 还有颜文凯 要不是看着大哥那么努力地 在活络气氛 他都想走人了 董大哥这句词做得真好 又亲切又自然 小王爷 你觉得呢 听到三妹妹又在叫小王爷 颜文凯有些牙疼 三妹妹是不是没长眼睛啊 没看到小王爷已经很不耐烦了吗 还拼命地拉他说话 颜一双还在拍手叫好 期待地看住萧叶阳 像是在等待他的点评 可惜 萧叶阳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见此 颜一双脸上的笑容有些维持不住 一旁的董元轩无奈一叹 不得不出声打圆场 不至于让场面太过难看 同时 心里纳闷 同样是颜家小姐 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颜大妹妹在的时候 气氛是欢乐 轻松 自在的 哪怕她的注意力 多在小王爷身上 可也不会忽略其他人 一切进行的都是那么的和风细雨 不急不躁 可到了颜家三姑娘这里 除了上赶着的讨好 就只剩下满满的尴尬了 真不知道颜文修为何要将这位推出来 小王爷 你看看这盆绿色的冬菊怎么样 就在萧叶阳脸色越来越不耐的时候 颜一乐笑嘻嘻地将一盆冬菊 放在了萧叶阳面前 萧叶阳抬眼看了一下 没什么兴趣 可这时 颜一乐又开口了 这是我家大姐姐亲自培育出来的 只有几盆 连花铺也没有卖的文言 萧叶阳这才有了些兴致 冬菊比较难养货 绿色的更是少见 稻花种花的手艺倒是不错 贱 小王爷愿意和自己说话 颜一乐笑得开心极了 拉着颜一欢一起 开始说她家大姐姐 平时是怎么种花和嫁接花草来 颜一欢闲尽地坐在旁边 不时补充一两句 而颜一乐则是说得眉飞色舞的 其他人原以为 萧叶阳会不耐烦听这些 可没想到听得还津津有味 不时的 还和两姐妹交谈几句养花心得 一旁 颜一双失落地醋了醋眉 可怜兮兮地看了看颜文修 颜文修用眼神安抚了她一下 示意她没事 萧叶阳一直耐着性子 在颜家等了大半天 可到下午的时候 还是没看到道花出来见她 顿时小王爷脾气一上来 沉着脸就静止离开了 道花轩 道花正在算花铺的账 这几个月 花铺生意不错 赚了不少银子 想到暖房里种植的蔬菜 大多都成熟了 他们家也吃不完 道花此刻在想 要不要再买一个铺子 专门用来卖菜 冬季蔬菜种类少 尤其是绿色蔬菜 绝对是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的 而且 卖完了菜 以后铺子还可以用来卖水果 它庄子上的荒山上 可还栽种了不少果树呢 就算果树要一两年之后 才能收获 不还有西瓜和葡萄的吗 思前想后一番 道花觉得这是可行 就开始算银子够不够 就在这时 王马儿从外面回来了 姑娘 小王爷走了 道花顿了一下 淡淡一笑 随即继续埋头算自己的账 不管是现代 还是古代 有什么能比自己强大 自立起来 还要更重要的吗 当天晚上 道花来到老太太院子里吃饭 一进屋就觉察到 屋子里的气氛不对 便宜爹神色不是很好 见他进来 瞥了他一眼 面上带着布满 而二房一大家子 则是笑容满面 道花诧异地看了他们一眼 这一家子 捡到钱了 至于三房 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 想了想 道花招手 让王满儿出去打听一下 很快 王满儿就回来了 低声对着道花说道 姑娘 二老爷和二夫人之所以这么高兴 是因为今天下午 小王爷和二姑娘 四姑娘相谈甚欢道 花挑了挑眉头 这就难怪二叔 二婶那么得意了 父亲呢 他为何不高兴 按理说 接待好了萧叶阳 他应该高兴的呀 王满儿瞥了一眼 坐着不说话的颜衣双 小王爷没有怎么搭理三姑娘 闻言 道花心中痴笑了一声 果然 在便宜爹那里 亲疏远近 其实分得还是很清楚的 也是 虽说是一家人 可是侄女的脸 哪有自己女儿的脸 来得更有面子呢 见便宜爹 抢言欢笑的样子 道花觉得有些暗爽 不是觉得 颜衣双最好吗 如今被人给比下去了 被打脸了吧 一旁 颜老太太看住孙女 一副看笑话的模样 狠狠给他脑袋上来了一下 吃饭的时候 颜致远喝了几口酒 不知是太高兴了 还是急着酒劲装疯 竟又开始说叫起 道花来了 道花 不是二叔说你 你这脾气 真的要好好改改了 小王爷是什么人 他来了咱们家 你咋如此不知理数的 连面都不露一下 看住便宜二叔得志 就猖狂的样子 道花忍了忍 实在没忍住 放下筷子 直直地看住他 二叔 我这样 可是完全在按你的 吩咐行事呀 颜致远遗漏 我什么时候 让你如此不知理数了 道花冷笑了一声 你之前不是说了吗 我得罪了萧叶阳 就是在给整个颜家招货 为了颜家 我可不就得远助点他 要不然 要不然 万一哪一天 一个不注意 就连累了整个颜家呢 到时候 你还不得把我给千刀万剐了 你这是什么 话 颜致远有些恼羞成怒 道花一点也不怕地回事了过去 实话 二叔 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 以至于让你对我如此横挑眉毛 竖挑眼的 和萧叶阳接触吧 是给颜家招货 我如今主动远助他 你又觉得我不知理数了 二叔 你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些 你颜致远 气急 猛的一巴掌趴在了桌子上 我看你就是个没家叫的野丫头 听到这话 颜致高和李夫人 齐齐拧起了眉头 二弟 你酒喝多了 颜致高趁着脸说道 长女在怎么不好 有她和夫人在 也轮不到二弟来说教 我没 颜致远想反驳 可惜 李夫人没给她这个机会 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看住孙氏说道 二弟妹 二弟醉了 你送她回房吧 语气冷漠 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这时候 夫妻俩一家支主的威严进路 第144章 痴心妄想 第二天一早 颜致远有些头疼的起了床 我昨天是不是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 孙氏白了她一眼 亏你还记得 你昨天呀 可威风了 竟当着娘和大哥大嫂的面拍桌子 这也就罢了 还说大声嚷嚷着说 道花是个没家叫的野丫头 你自己听听 这话是你该说的吗 一句话 那是把娘 大哥 大嫂全都给骂了进去 坐在一旁 等着吃早饭的颜一乐 插话道 娘 我觉得爹说的没错 大姐姐对助爹大呼小叫 就是没家叫嘛 你给我闭嘴 大人说话 哪有你小孩子插嘴的份 孙氏瞪了小女儿一眼 昨天 大哥大嫂可都生气了 如今文杰还没长大 他们一家子 还得仰仗大哥扶持 可不能为了一些小事 何大防起了嫌隙 颜知远宁眉 他想得比孙氏还要清楚长远 当即就说 现在大哥应该还没上衙门 我这就句道歉 看着父亲连饭都顾不得吃 就飞速离开了 颜一乐撇了撇嘴 神色有些不服 娘 我们干嘛 做什么事 都要看大伯父他们的脸色 昨天 大姐姐明明就对爹不敬嘛 孙氏沉默了一下 看了 看一脸不服的小女儿 以及坐在一旁 不知在想什么的大女儿 想了想 说道 就凭你大伯父是官 你爹是白身 我们二房就得低大房一头 至于你大姐姐 他是连你大伯父都敢顶撞的 还会怕你爹 颜一乐撇嘴 娘 我知道 大姐姐之所以敢这么做 不就是仗主和小王爷关系亲近吗 大伯父要升官 就得靠着小王爷 所以 他才会对大姐姐如此容忍 可是 娘 现在不一样了 以前 小王爷只和大姐姐 一块玩 可现在 他也愿意和我与二姐玩了 我们也不是没靠山的人了 孙氏差异地看了 一眼小女儿 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竟想了这么多 笑着点了点头 他的脑袋 小王爷才和你们玩了一次 下一次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颜一乐自信地仰了仰头 小王爷肯定还会和我们玩呢 你不知道 昨天他可是和我们说了好些话 一直都带着笑聊 等到我们和小王爷再熟一些 我就让他帮忙给爹 也弄个官来当当 小王爷那么厉害 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听到这话 孙氏直接惊住了 不过 眼底却流露着期盼 这些年 他也结交过不少官家女眷 也听他们说过买官之事 不过 买官需要有很强的后台 小王爷 说不定还真的能帮到他们家 一旁 颜一欢忍不住开口了 四妹妹 你这是在痴心妄想 小王爷之所以和我们聊天 是因为你拿了大姐姐养的花 过去找他这一点 他在旁边可是 看得很清楚的 而且 之后他们和小王爷之间 谈论的话题 都是围绕着大姐姐进行的 还有 买官这样的大事 不是我们应该过问的 颜一乐一脸不认同 花不过是敲门砖罢了 之后小王爷愿意和我们聊 还不是因为我们说话有趣 能让小王爷高兴吗 至于买官 大姐姐能让小王爷 给大哥他们弄到书院的名额 那给爹一个官当 也不是什么大事嘛 颜一欢还想理论 不过孙氏开口了 好了 不要争了 不管怎么样 你们两个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日后务必和小王爷 处好关系 不能像你们大姐姐那样 把小王爷给得罪了 娘 你就放心吧 我们可不会像大姐姐那般傻 郑院 看到颜志远一大早就过来道歉 颜志高也不好再说什么 李夫人这边 心里虽说还有住气 不过 看在老太太和自家老爷的面上 也不好再继续追究 于是 在大家有意无意的忽视下 腊八截当天发生的事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两天 周静婉给道花送了一盒圈花过来 做得好精致 道花高兴地看住盒子里的圈花 还直接拿了一朵梅花 让王满儿给自己戴在了头上 然后看住周静婉 好看嘛 好看 你戴什么都好看 周静婉见到花 喜欢自己送的东西 心里也特别开心 我跟你说 这可是京城最实性的圈花 我二叔特意给我带回来的 说是过年出门的时候 好带着玩道花诧异 你二叔回来了 周静婉摇头 他忙着呢 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回来 是府里的下人送年礼回来 顺带给我烧的道花 你二叔的年礼送得可真早 现在距离过年 还有二十来天呢 周静婉摇头 不早了 我们家 自从我爷爷回来之后 都是我二叔 先将年礼送到之后 我娘再准备回礼 早点送回来 免得我们这边的回礼 不能在过年之前 送到道花神色一栋 你们家 的年礼送了吗 周静婉 还没有 我二叔的昨天才到呢 我娘还要检查核对一番 没这么快 道花 你们家的年礼 是走水路吗 那我们家可不可以 和你们一起搭办 送一下年礼啊 进入十二月后 李夫人就开始准备年礼了 其中她听得最多的 就是给四姑姑送年礼 四姑姑在京城 距离比较远 得提前找好路子 再派人去送 她知道祖母这些年 一直都很记挂住 远嫁的女儿 所以 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周静婉一脸惊讶 你们家在京城 也有亲朋 道花点了下头 问 我姑姑周静婉当即说道 我得先回去问问我母亲 然后立马给你回复 道花笑着印象了 当天 周静婉回去后没多久 就派人过来告诉道花 她娘同意了 周家送年礼 都是用自家的船 顺带烧上颜家 不过举手之劳的事 得了确切的消息 道花立马跑去找老太太和李夫人了 听到年礼可以和周家一起送上京 李夫人也很高兴 那感情好 我就不用特意去找别的船只了 道花坐到有些沉默的祖母身旁 祖母 今年父亲生日之周 我们可得好好给四姑姑准备一份年礼 想到多年未见的女儿 颜老太太眼眶有些湿热 好孩子 难为你还想着你四姑姑到花笑了笑 我当然想了 我不但想四姑姑 还想表哥 表妹呢 哎呀 我还没给他们送过礼物呢 祖母 你可得帮我好好选选 脸都在表哥 表妹面前设面子文言 颜老太太脸上有了些笑容 好 祖母帮你把关 保证不让你这丫头没面子到花 既然是走水路 想来用不了几天就能到京城了 暖房里祖母你种的菜早就熟透了 我们也给四姑姑送些去 让远在京城的她 也能吃到自己娘种的菜颜 老太太有些哽咽 红着眼睛点头 女儿出嫁之后 可就再也没吃过她做的饭 烧的菜了 如今虽不能亲自给她做一顿饭菜 但让她吃点自己种的菜也是好的 还有 我酿的葡萄酒还有好几坛呢 也给四姑姑送两坛过去 不管是自己喝 还是送人都有面子 还有酒酿和盆栽 祖母 四 姑姑 喜欢什么花 这个可只有你知道 得你来选 一旁 李夫人见祖孙俩就这么兴致勃勃地 讨论起年里来了 心下也是一松 这些年 因为杨家的故意疏远 老爷官职一直没生 他们都不敢在老太太面前多提小姑子 如今好了 今年老爷升了官 家里又因卖西瓜赚了些银钱 也可以给小姑子准备一份丰盛的年礼了 想来那杨家也不敢再清代小姑子了 第145章 杨家 舟家的船走的是大运河 行程较快 不到十天 严家的年礼就进了京城 杨府 杨老太太刚带着家中女眷参加完宴会回来 证据在屋子里说话呢 临近年末 各家的宴会都多了起来 虽说家里的大老爷只是一个四品官 不过收到的帖子也不少 祖母 原家小姐的那套头面可真好看 人家也想要一套 祖母 我也要杨家大房 二房 三房的女儿此刻正为坐在老太太身边 撒娇讨好卖乖 顺便为自己争取点好处 杨家大夫人 二夫人 三夫人就这么笑眯眯地看住 也不阻止 杨老太太本不是很想答应的 可向来好强的她 想到宴会各家小姐的衣着首饰 都比自己的要好上许多 加之 几个孙女又生得娇憨可爱 一咬牙就答应了 好了 祖母给你们买 一人一套下方 四夫人言思语 见老太太 也没提女儿秀云 心中顿感悲凉 她是媳妇 不得婆母待见 她理解 可是女儿同样是老太太的孙女 为何老太太就如此偏心 娘 杨秀云感觉到 母亲情绪不对 立马伸手握了握她的手 对于祖母的偏心和无视 这些年她早就习惯了 若是祖母突然哪一天对她好了 她才会吃惊呢 严丝与苦涩一笑 回握了一下女儿的手 都是她这个当娘的不好 若是她能强硬一些 也不至于让女儿跟住她一起受苦 好在 儿子洪瑞读书不错 得大伯看重 要不然 她在杨家 可就真的是没什么立足之地了 老太太 突然 杨老太太身边的管事婆子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四夫人 然后快速走到老太太身边 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杨老太太听了婆子的话 抬眼看了看小儿媳妇 脸上有些诧异 老四媳妇 你们严家和周家有关系 严丝与没想到婆婆竟会开口问自己 愣 料一下 周家 哪个周家 杨老太太 厉部侍郎周家 这话一出 不仅严肆与惊住了 就是杨家三位夫人也愣住了 厉部侍郎周家 这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 深得皇上器重 杨家最高就一四品官 想要结交周家 那是连机会都没有 杨家大夫人 娘 你没说错吧 四弟妹家怎么可能会认识周家 杨老太太没有理会大夫人 见小儿媳妇一脸茫然 皱了皱眉头 对住身旁的婆子确认道 你确定是周家 管事婆子点了点头 确定 老奴询问了好几遍 就是前任首府周家 杨老太太心头震动了一下 小儿媳妇的大哥 确实是在周首府的老家 中州省为官 难不成杨家时来运转 攀上了周家 震动归震动 杨老太太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看向小儿媳妇 老四媳妇 杨家的年礼到了 严思雨一下 就高兴地站了起来 若是平时 小儿媳妇如此不淡定 杨老太太肯定是会出声责骂的 不过这一次 却是什么都没说 说是搭乘周家的船上来的 杨家这次也来了人 你去见见吧 是 严思雨心中有些激动 她没想到 这次娘家竟还派了人过来 对住老太太行了礼 就匆忙拉起女儿离开了 看到迫不及待的样子 二夫人和三夫人都吃笑了一声 不过一点年礼罢了 瞧把弟妹高兴的 二嫂 四弟妹嫁妆不多 自然是看中年礼的杨老太太 看了两人一眼 没有说话 后院垂花门 李夫人派来送年礼的方娘子 正一脸清静地拉着杨家的下人 打听严思雨在杨家的情况呢 得知 顾爷杨博一房中有好几房窃室 儿子也生了好几个 方娘子心中顿时气得不行 这时 严思雨带着杨秀云过来了 奴婢给四姑娘请安 四姑娘安好 方娘子立马给跪下磕头 快起来 严思雨急忙上前 亲自将方娘子给扶了起来 然后打量了一下方娘子 你是 孙妈的儿媳妇 方姐姐 孙伯孙妈一家 在 严思雨很小的时候 就卖身到严家了 两人的儿子成亲 他还没出嫁呢 所以 见过方氏 是我呢 四姑娘 方氏也是一脸激动 自从杨家举家搬迁至京城 他们得有六七年 没见过严思雨了 想到在远方的亲人 严思雨神色有些哽咽 家里人还好吗 母亲身体怎么样 方氏立马笑道 好住呢 去年老爷就把老太太 接到了身边照顾 一家人 在一起 老太太没有不高兴的 今年 老爷又升任了新州之州 大爷 三爷 四爷又去瞭望月书院读书 老太太心里就更痛快了 如今呀 每天都和大姑娘一起 养养花 打打拳 没事到庄子上住上几天 小日子别提过的有多美了 只是 老太太心里记挂着姑娘 老实说 若是姑娘 也在身边 一家子可就团圆了 严思雨被方娘子 出出来的信息给惊住了 好一会儿后 才激动问道 你说什么 大哥升任之州了 见严思雨这样 方娘子愣了愣 四姑娘不知道吗 给你报喜的信 是夫人亲自当着 老太太的面写的 你没收到 听到这话 严思 雨一下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杨秀云不解 如此高兴的是 娘为何会哭 不过还是马上上前安慰 娘 好多人看中呢 你这样若是让外祖母知道 她不知道要多伤心呢 严思雨抽气了几 下 将脸上的泪痕擦去 不好意思地看住方娘子 姐姐见笑了 我就是太高兴了看住 她这样 方娘子只觉得心里堵得难受 虽说夫人猜测过 四姑娘在杨家的日子不好过 可没想到会这么艰难 连家信都收不到 方娘子强行扯出了一丝笑容 四姑娘 这次因为搭乘周家的船 便宜 老太太可让我带了好些东西呢 有她自己种的各种蔬菜 养的盆栽 酿制的果酒 反正呀 她老人家觉得好的 都给你带了一份 说是也要让你尝尝文言 严思雨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杨秀云急忙安慰 这就是表小姐吧 方娘子笑着看住杨秀云 这模样随了四姑娘 生得真是花容月貌 严思雨边擦眼泪边说 方姐姐快别夸这丫头了 仔细 她尾巴翘了起来 杨秀云见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笑道 娘 我们还是回屋再说吧 严思雨连连点头 以前娘家宋年礼的时候 都没有来人 只有家姓 这一次 家里来了人 她心中也有好多话 想要问呢 方娘子自无不可 落后母女两半步 边走边说 这次除了老太太 大姑娘也有东西 要送给表少爷 表小姐的那 严思雨顿了顿时 你说的是大哥的嫡长女吧 方娘子点了点头 正是呢 四姑娘 你不常在家 不知道咱们家大姑娘 那可真真是个开心果 老太太有她陪住 每天都乐呵呵地 杨秀云默默地听住 听了外祖母和表姐的相处日常 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羡慕和向往 若是她的祖母也这般 那该有多好